危惑報案 警車油門狂吹 及時衝往府人大學 因為學校內竟經見這隻爪子 沒錯 就是一隻狼爪 拿著手機竟在校園的女側偷拍 手伸向隔間 女同學這才驚覺自己成了受害者 驚嚇PO文表示自己當時晚上參加社課 在禁修部廁所如廁 穿褲子的時候 抬頭看見一隻手從上往下偷拍 教官前往狂拍門 走出來一個富大的男生 監視器查看發現 對方在裡面待了超久 近乎不知道已經拍了多少女生 被偷拍蠻嚴重的 有的是在學校裡面的 就是緊急按鈴 有被騷擾就隨機找人 搭訕就是要小心一點 不大女學生實在心 驚驚校園內不只有偷拍了 還遇過不少怪男 但潛入女側修正犯案 抓不抓得到人 恐怕很難說 該名女同學於事後提出性騷擾申訴 依規定將本案含請該校續處 警方查看嫌犯手機 沒看到任何影像 懷疑她在走出廁所前 發現事蹟敗露早已提前升光光 而女學生沒提告 只提出性騷申訴 這隻狼恐怕還會繼續 潛伏在副大校園 記者